Hello,大家好,我是高级三星钻石董事Sara Tan 那社交媒体呢,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每天呢,起床睡前嘛,第一件事大部分都会滑手机 那社媒体呢,是我们用来创作分享交流的网络平台 网络和社媒体呢,有无限的人流量 因为呢,有社媒体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那如果你没有用社交媒体的话呢 你的能力再好,你也不会有太多人知道 那因为呢,社媒体是可以放大你的优点的地方 所以呢,社媒体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很好引流的一个部分 那么呢,你可以看到我的IG两个的差别 短短时间内呢,我增加了粉丝的数量 2018年呢,我刚开始接触Yousana 那如今呢,已经有三年了 已经增加了5000个粉丝 那么呢,我本身呢,喜欢IG是因为这里呢 年轻人的流量是最多的 现在你走出去问你身边的人 都会有玩IG的人 那么对我开发市场也是最容易的 重点呢,这里根本不需要付费的 而是免费的 那就更应该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工作去经营它 我很喜欢这句话 普通人呢,把社交媒体当娱乐 当消遣的工具 那么呢,高手呢,在社交媒体呢 创造出个人的品牌 和人产生连接 现在呢,网络科技那么发达 什么都需要用到网络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 这一个社交媒体打造出不一样的品位 把最好的品牌,也就是自己嘛 那么呢,要如何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呢 去吸引更多的关注者呢 首先是你的IG页面 一定要让人家第一眼呢 就想要关注你 或和你建立起信任 那么呢,你的头像 你的照片一定要清澈 因为你的照片清澈呢 会决定会不会有人来追踪你 再来呢,就是你的简介 你一定要写你是做什么的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账号 是不能锁着的 如果呢,有人想要follow你 他会先想要看你的生活 是他想要追踪的吗 OK,所以呢 你一定不能锁着你的账号 因为你锁着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呢,要了解自己的个人品牌呢 你要先问一问你自己 你的形象,你的定位是什么 那么呢,我本身是一个时尚妈妈 我会平常呢 在我的social media呢 多分享我的穿搭 我每一次是在哪里买衣服的呢 把这一些呢 分享在我的社媒体上面 和关注我的妈妈 分享给他们知道 那么呢,比如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 你也可以多分享一些你擅长 做运动的video或视频 可以教他们怎样如何做运动 就是看你的运动步骤那一些 那呢,比如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你可以多分享你的厨艺 你的食谱之类都可以 那么呢,你的基本上呢 这媒体呢 都是以形象、打扮、旅游、运动 从这几个呢,找出最适合自己的 基本上呢,都离不开生活嘛 那整个页面呢,都要把它有刹那生活化 要多塞你的生活 你的家人、你的团队 因为呢,你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你追踪着向往的 最好的销售呢 那就是自己 所以呢,一定要把自己打造出 独一无二的个人品牌 那如何把事业圈呢 和生活圈呢 混合在一起呢 我开始呢,是学习参考 和我会常用换位思考的角度来想 我喜欢怎样的分享呢 我喜欢怎样的分享才会吸引到我呢 所以呢,我常常会更新我的story 因为呢,人只会对自己有关系的 共同性感兴趣 如果你的内容无法帮助粉丝呢 它一秒就会被划走 那么呢,条件就是 你的内容、价值 一定是要帮助到你所有的粉丝 那如果你的story 每天只是拍早餐等等 或自拍等等 那这些对粉丝来 对粉丝来有什么价值呢 那如果换一换方式 你的自拍可以 你自拍后可以在上面写 激励的话 那激励正在努力的人 或你拍早餐的时候 你可以在上面写 这个早餐如何 环境如何 这样呢,你关注你的人 当他想要找早餐店的时候 他会第一眼看到你的post 就会马上有了这个想法 这样呢,就会每天期待你的分享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到让粉丝有所期待的样子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也可以tag你在什么地方吃 或者是你把那个食物拍到很漂亮 当你上传过去 你tag了那个店家 可能他会有机会把你的照片post 那个网站 这样的话呢 你也有更多的followers 关注你 所以呢,你一定要用心的 用细心用心的去分享 让你的粉丝知道 好,那么呢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IG Story呢 我们是可以分类好的 因为呢,story只能保留24个小时嘛 但是呢,这个20小时呢 要让人家关注你 也是需要策略 也是需要技巧的 当然,highlight呢 你们也不能忽略 一定要用好它 一定要分类好每一个文件 因为呢,highlight呢 部分呢,是不能太复杂 OK 所以,越简单越好 再来就是把它的封面呢 让人想要有点进去看的 有被吸引的那一个方面 OK 比如Cellar V步骤 护肤步骤 我会把它分类好一个文件 里面呢 就是我有所有我做护肤的步骤 当顾客和你买Cellar V的时候 和你询问 护肤产品要怎样的步骤 那么呢 你现在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highlight 直接copy给它 这样呢 顾客会觉得 你很用心 而且这个方式也很方便 那么呢 除了护肤产品步骤嘛 你也可以分类好产品的效果 或者是顾客 就是顾客服用后的效果 当顾客有需要 他就会来 你就可以分享给顾客 也是非常简单的 OK 好 那这里呢 我分成四个小细节 第一呢 就是产品知识 正能量雨露 学会产品知识呢 公司背景呢 真的很重要 因为对方今天进来看你的东西呢 他是要你是一个很了解自己产品的卖家 OK 而不是只为了卖而卖的卖家 在这里呢 你可以分享你顾客用后的效果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好评 你的服务 影响在观望你的人 想要和你购买的欲望 OK 那么呢 多在社媒体分享正能量的video 或者是在照片上写一些正能量激励人的语录 你们也可以让你们的社媒体呢 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这样呢 吸引来的人呢 也是对的人 OK 所以呢 透过video也可以鼓励正在努力的人 那么呢 第二呢 就是 促小活动嘛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让你们分享的时候呢 不掉粉 OK 再来就是 学会浪潮式的发story 因为呢 在story上的照片呢 只能停留24个小时 但是呢 今天比如 有快闪的优惠配套 可是呢 你不可能一直post那一个图片嘛 一直post promotion图嘛 那你又能 又怎么办呢 OK 现在呢 就是你可以发新的那个图 可是你把旧的那个洗掉 这样呢 你的粉丝看到你的story时候呢 他不会觉得 你一直在发那个promotion图 而是你只是发一次 所以呢 这个浪潮式的发权呢 是对我们的那个story很有drop OK 再来就是 你也可以多分享呢 顾客你跟你成交的记录 这些呢 都很有用 都可以让他们 都可以让观望 要买的顾客 考虑的顾客呢 很急着 很多人买了 我要下单了 OK 再来呢 第三就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想 多分享你的故事 在你在或者是你在有刹那成长之路 你的改变 很多人真的会好奇你的故事 而且呢 你分享出来呢 你也是会让他们有那些画面感 比较真实 那么呢 我本身呢 在IG呢 都是以生活的方式 在分享 我会在IG分享 我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改变 让他们觉得 我以前是一个在新加坡打工 OK 我是非常内向的人 那为什么在有刹那呢 我能有能力站在舞台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我也成就了很多的伙伴 从新加坡回来的伙伴也是有 那么呢 我也常会分享我和我伙伴的一些故事 他们的背景 因为这样的分享呢 能让他们的 能让观望这个事业和他们一样背景的人呢 做出一样的改变等等之类的 来找我了解这个事业的人呢 也是因为我分享我的故事 或我伙伴的故事而被吸引来主动询论我的 第四呢 就是多主动多互动 首先呢 你要让顾客对你有信任呢 你一定要和他们有亲切感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 那么呢 也是有从顾客转回事业的伙伴 也是有 要怎么和顾客建立信任呢 每一次来和我购买顾客的人呢 我都会主动去和他们赞 就是去赞他们的照片或是关注他们 因为呢 方便我了解他们的生活 去认识他们和他们聊天 也会常常去赞人家的照片 鼓励人家 那么你的顾客会想 哇 你的follow我耶 那我只能和我只和你买一样产品 你都follow我 再来就是赞我的照片和评论我 那么这些小举动呢 能让你的顾客觉得你是一个细心的卖家 那么呢 下面呢 就是这一些伙伴 第一个呢 就是一件事的 Sally呢 是在我新加坡工作时认识的 当初呢 也开始服用Yosana营养 也因为透过营养 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 对Yosana很有信心 但是呢 她从来都 只是吃而已 那么呢 我这期间呢 也有定期的去更新 跟进她 有去跟她聊天 建立起的信任 OK 再来呢 了解她和 她购买的产品是给谁服用的 那么呢 她说她是给朋友 她是帮朋友买的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和她分享这一个事业模式 让她加入 那么呢 以下这两位呢 是我从社媒体上认识的 OK 当初我们是不认识 也因为Yosana我们认识 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这一位 一见六雕的成就者 嘉宜 and Wong 其实呢 我和嘉宜是从陌生人到 如今的事业战友 当初呢 她找我买产品 她也是经常看到我的IG分享 我的故事 让她有感同身受 我跟她讲 我跟进了她一年 这一年呢 有什么课程 有什么优惠 我都是不断的分享给她 当然 我的社交媒体 也没有停止过分享 她本身呢 是在新加坡打工 也因为有在购买产品 也在观望着别的团队 但是呢 她每天 看我在社交媒体的分享 我的团队呀 我的生活 让她心动了 也因为我的活跃在社交媒体 让她决定加入我 让她在短时间内呢 从新加坡回来 全知有刹那 现在呢 她们拥有着时间和自由的权利 那么呢 接下来这一位呢 就是Pink K跟IJ Pink K呢 是透过IG呢 主动向我了解事业的陌生人 那么呢 Pink K呢 当初呢 也是一个微商 她也是排斥着直销 但是呢 她和她老公 和她解释后呢 她决定 来了解看看 她说 要加入呢 她一定要加入 自己喜欢的团队 她在社交媒体 也看了很多人 当初也因为社交媒体 我常常的在上面 分享我的生活方式呢 和团队方式呢 让她决定加入我 那么呢 要如何在社交媒体呢 上最有影响力 你的传播内容呢 要不断的发布 不断的更新 你可以看到我11月份的story 我每一天的更新呢 从来没有窃息过 当然 你的分享的东西呢 要如何去信 其实排版很重要 因为每天都需要有规划 而不是规的post而post 那么呢 我分享一下我的 分享的生活方式啦 OK 上面的那一个照片呢 是我和伙伴一起 也好enjoy 那我们呢 一起住了一个 很好的酒店 我会在上面写着 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有刹那 的我们 因为呢 我可以在工作同时呢 还能享受 一起认真 一起享受的 一起玩热 玩玩耍 OK 写下我整天的那一个行程 那么呢 各天呢 我就 我们就各自去meet 各自的伙伴 和 晚上呢 我们又聚在一起吃晚餐 我带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真的是 Yosana 生活化的感觉 那下面那一个呢 就是我在线上 meet的意向 那我就会在照片上写着 他是从IG上 认识我 了解我 他本身几岁 是做什么的 我都会写出来 那么呢 下一个post呢 我就会放 他们加入后的照片 OK 接着呢 我就会放 改变的一些字眼 去激励那些想要改变观望的人 这样呢 会吸引 想人主动来询问你 那么呢 吸引人的另外一个就是video 因为平时因为视频呢 才能让人想要点进去看 现在呢 IG最流行的 那就是拍lios嘛 我也和伙伴约好 一起来一支 Yosana的舞蹈 让大家一起分享在IG 能让人家觉得 这份事业呢 我们不只可以认真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一起陪 陪同伙伴 一起的尽情的玩 接下来呢 那就是文案的重要性 将自己美好的世界观呢 传递给粉丝 这样呢 能让粉丝 对你的文案呢 感受到你想要表达的想法 当你要分享 护肤产品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些美的字眼 来提醒他们 再来就是放大后果 比如上面那一个照片呢 那两张照片上面呢 我第一张的照片是写着 你迟疑的时间里呢 别人已经全力影服了 让他们有画面感说 比如 你再不行动 别人 你只能看着别人成功 那么呢 第二张呢 我上面story有写着 每一份行业呢 都有挑战性的 但你有想过 今天你不选择 努力 几年后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那么呢 这个呢 是可以放大他们的后果去想象 这些文案呢 其实能够帮助你 启发到很多想要改变的人 再来呢 最后一个就是分享你的感想 OK 你的领悟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参加伙伴的 team building 因为呢 我们住的地方电梯出现了问题 那么呢 我和伙伴们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从36楼爬楼梯下楼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看见大家流汗 拿着很重的心理箱 我们还是一样的坚持的走到最后 但是透过这一件事情 我深刻的领悟到 只要你愿意选择一条 与一般人不一样的选择 熬过一般人不一样 不能熬的过程 那你将会有机会 达到你人生的目标和梦想 结果将会是美好的 那这个post呢 也吸引了很多我的粉丝呢 来点赞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就来告诉大家 什么是该做呢 什么是不该做 OK 无意义的字牌 改委说到咯 你可以在你的字牌上面提供价值 可以写一些正能量的语录 给让对方知道 再来呢 不能做散播负能量 这个相信大家也知道 一定要多给予激励的语录 再来呢 就是随心情更新 当然这个随心情更新呢 不可以讲说 今天我心情不好的 我不舒服呢 我就不更新 一定要有策略的去经营 好 就是 就是刚才我有讲到 分享 我明天 是要分享什么 可能我要分享事业伙伴 我要招事业伙伴 我就分享我的事业伙伴 而不是 你分享到事业伙伴 你分享到少招事业伙伴的同事 你去 Post一个产品图 这样是 没有策略的嘛 所以呢 一定要有策略的去经营 再来 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在社交媒体呢 讲到 我们 自己的收入 也不能讲到产品能 医治什么 一定要 有策略的去经营 那么呢 最后呢 我要把Yosana 生活化 打造IG呢 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我的follower呢 也不是一两天就有的 我的 是一天天 慢慢的累积 用心 去经营出来的 要每天呢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重复做 夜做呢 就会更优秀 因为呢 用户呢 在最初 接触你的时候呢 并不是接触你的产品 OK 并不知道你产品有多好 能让 顾客 停留在你的页面呢 是让他们做出判断啊 是因为你这一个人 所以做出选择 只有你的朋友圈 和你自己的个人形象 很重要 所以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